我的作品叫做身體構圖二德國 那這個命名是因為 研成了我之前的作品身體構圖一 為繼續的延續之作 然後因為我將裝置的地點放在德國 所以又加了德國這兩個字為作為命名 然後身體構圖它其實是 取身體這個字 Soma 是希臘文的身體的意思 它其實包含的長寬高一般的身體加上時間 因為身體它其實是可以依照時間去做一個累進去做一個成長 所以我才命名為這樣的身體 然後構圖它其實就很字面上的意思 Mapping它其實就是一個用數位的方式去構成這個身體 因為我這次住村的地點的地方是德國 然後我主要它裡面的 這一次我展出的內容都是以德國人的身體為主 對 但是現場互動的方式 我還是想要開放讓台灣來參加展覽的人 可以感受我當初在德國是怎麼紀錄他們的身體 MING 感谢观看